今天跑美團重包給人家這個平台 說了一些好話說平台也得給退錢 當自己遇到的時候 處理的結果是 兩單只退了一單 那這不是打臉嗎 對不對 現在出來送外賣了 今天就沒有錄製吃東西的片頭了 最近 壓力很大 順便跟大家提議嘴啊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不是有六單嗎對吧 現在來到田老師紅燒肉這邊門口 發生一件事情 讓人感到蠻沮喪的 就是上一次 那個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那一天送了餐送到最後 尾巴搶了六個單都是奶茶 是那個霸王茶几的 然後這六單呢 在當下我就轉單轉走了四單 然後其中呢 有兩單我都退掉了 這兩單退掉了呢 只有一單申請退款是成功的啊 那一期視頻裡面 因為跟大家講說是有28塊錢人民幣是因為 自己把這個訂單取消了之後平台給我扣了 但是以往遇到這樣子的例子呢 平台都會不做數就對了 然後這回沒有 扣了28塊錢只給我退了14塊錢 那另外14塊錢呢 那個平台的客服說 上報得上報兩次才會退 那當下我只上報了一次 所以退不了 那我心裡就想啊 當時我在處理這些訂單的時候 我都全都只上報一次 該轉走就轉走了 轉不了我就退了 然後有一個單沒有退下來 就心裡還是就是有點難受啊 因為這件事情難受了好幾天 因為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在視頻的開頭跟大家講說 那個平台都會給退的 一般來說這個平台退這種款是還蠻積極的 沒想到就有一點自己被打臉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今天跑美團重包給人家這個平台 說了一些好話說平台會給退錢 結果自己當自己遇到的時候 處理的結果是兩單只退了一單 那這不是打臉嗎 對不對 嗯 這是其中一點 那再來另外一點就是說 還是比較心疼自己的那14塊錢吧 因為當時想說 我可以把這條六單接了就送了 對吧 結果呢 我覺得裡面當務的時間不打緊 最後處理 我還得跟平台客戶打電話說 我要退這筆款 花了很多時間 最後呢 錢沒退到 那不是願望嗎 對不對 啊 就是這樣子吧 那今天的話 跟大家聊到那麼多 開始送餐吧 R3 現在到千百家樓上再舉一個單啊 農耕祭 三七十二 三七十二 沒有像個照片 不能過去 我去把我回去擺了 三十 商店操作失敗 請打開 一片八十二 操作 四十二我的啊 四十二 四十二 四十二好了嗎 有啊 四十二我的啊 四十五啊 他要四十五的自己啊 沒看到 現在裡面一共五單啊 現在裡面一共五單啊 到電調柱失敗 請打開APP手動操作 第六單啊 來送餐了啊 右轉 你好取餐了 你打開APP手動操作 哦行 好 好 好 到門口了 前方即將到達 在這 哦 謝謝啊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你操,你操感沒有幫你 來,謝謝啦 來,到這個金魚龍聖城創意文員 他有了,他有 來,這次取餐啦,第七單 懷南牛肉湯39 好少的啊,來這邊取個蛋 75 還沒好嗎 75 好了,取到了,保衛的第八單 五黃魚 沒力,沒力 看到了,每一零炸物 2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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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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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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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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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會開門 好好好 謝謝 開門,可以取外賣了 謝謝啊 十六 好,高激藥房啊 好 取藥啊 7號 7號出了嗎 買了一個美聯達西瓜味啊 等了一下 取消了 像是這種取消的單子都好像都沒有補貼啊 你來這邊等等了,然後等了老半天 取消了之後,平台沒給補貼 但是呢 你搶了單,商家做不出來 然後 等了老半天,你把這個單取消了之後 平台還要跟你講說你要上報兩次 去過橋米線 應該是這家 過橋米線你家嗎 那幾號是我的 六十五 六十五啊 兩個是吧 拿到了 過橋米線兩個單 搞錯了 這兩個是一個單 給五塊二啊 八二三六 八二三六 送這個藥啊 什麼三西新年酒店大塔 好 那個買的那個藥可以放一樓啦 好 再見 來 風景美食城啊 一百四十八 好 取到了 第十三單啊 百度地圖 將持續為您保好 來 準備到這個小石城啊 最近常來這邊取 但是取了單都不多 啊 小小 3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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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沒有超 33號 這裡拿個標籤嗎 小魚 沒有標籤 天天上 每個 來 謝謝 來送到飯地下 你好 取外賣了啊 就放門口吧 謝謝 好好好 今天單不多啊 來拿第十五單 準備下限 確認 確認 到店操作成功 在取餐每盤五十九 你好 取餐拿到門口了 好 好 謝謝啊 海鮮市場三樓 找一下 那是這裡嗎 你以為有果條這裡對吧 嗯 36 請拿走了 拿 馬拉燙了啊 94 94 即將綠燈請準備通行 好 好 喂你好 好 壓 不許已經敲到門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現在送了18單 送了將近四個小時 現在到現在已經是下午的 3點25分 收入是96.6元人民幣 跟平時不一樣 今天的時薪特別低 北京的法定時薪的話 是一個小時 25元人民幣 這是我在2022年還在 開水果店的時候 知道的數據 現在更高我就不知道 今天跑下來的數據的話 差不多就是符合這個時薪吧 算是說符合時薪 但是對於這種外賣騎手來說的話 你送外賣符合這種 25塊的法定時薪的話 是比較虧的 是比較不合格的啊 這大概就是這樣 正常來說 一個小時要送到30塊以上 會比較好一點 你看就像是在台灣 如果是一個小時時薪 185台幣的話 那你還會去送外賣嗎 你還會去送餐嗎 基本上都會比這個還要再高一點的 是我個人的猜測 就大概這樣子 跟大家聊那麼多 感謝大家收看 下期見 掰掰 有點累喔 現在不太舒服